这是地铁荣京东街地铁站 这个地方就是荣京东街了 今天来这附近看一看吧 这边就是大足广场 然后这整个这个区域的房间 基本没有住宅 只有前面国内广场有住宅 但是价格也很高 61,000左右 然后 有些时候你没法说 这边应该也是存在这种 商业住宅老饱和的情况 就是你现在经济不是那么的好的时候 它就整就几乎有半栋楼 都是空着的 这种情况就比较普遍 你特别是在大兴 你像在驿庄那块 然后我感觉大足广场出租率还行 这是什么什么 这R Plaza就就差点意思 那肯定也不止差一个 一会咱再溜着溜着看一看 然后这两天北京不是出新政了吗 就在京家庭 京级家庭 有两套房的 可以在五环外再买一套房 还有单身的 有一套的也可以在五环外再买一套住房 这个政策 就是国家放政策 想救房产放政策 一定是一点一点放 这确实是一点一点放的 然后我看这个政策 就是一句话 你手里缺米的时候 它给你发了一个碗 对吧 你们觉得是不是正回事 你手里缺米的时候 给你发了个碗 你可能并不缺碗 就是给你的这个优惠条件 其实我缺钱 就很有意思 但是马上七月又有开会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政策 包括从现在到七月之间 房产价格可能还会继续的阴跌 继续阴跌 这是不用质疑的 然后再看转向 就看七月后了 就这些政策 基本落地之后 也得谈谈慢慢 能不能产生效果 反正我看效果 可能会不尽如人意 然后咱们扫一下 这边商业 你看这边这几栋楼 这有一点不多 这就 你看这种大阳光底下 不拉窗帘的 这一定是没入住的 你看这半栋楼 半栋楼都没入住 这就实在是差点意思 你像大足广场 我刚才看了一眼 也是 但是我感觉大足广场 有七成的入住 商业能到七成 怎么说呢 你说实话 如果说七成商业入住的话 在北京而言 可能是稍微差点 但也还行了 咱们去CBD的那期 CBD基本都八成 你家界外搜狗就成六成了 那就差点意思 反正这个东西也是分企业 并不是所有企业都特别有钱 对吧 一桩这块 你说难听点 就是没什么档次 然后没什么钱 你才来呢 真正好呢 那一般都是往北 往南的都不是那么太好 除了大公司 像京东是吧 你南面除了京东百度 你还知道谁 谁都不知道 百度还只是它那个阿波罗 那个自动驾驶 这块 你看一眼大足吧 对吧 它的空置其实有 但并不是很多 你看也能看到空置 对吧 楼顶 楼顶上五层全是空的 对吧 但是整体而言 基本能在70%左右 这可在一桩这 就算经济不错的了 现在正好中午吃饭的 你看这边都能看到 商家还是不错的 那边就不行了 反正哪都差不多 不可能 哪都特别好 但是基本能达到一个平均的水平 走吧 咱看看吃点啥 现在时间一点多 一点多的话 其实整个大多广场里 人不是很多 反正也有日子了 你们老说我唱空这个 唱空那个 我就是 有啥给你们看啥 我的东西没假的 都是肉眼可见 对吧 你们不能说我呀 对吧 有图有真相 还都是视频 然后 那一会看看 中午吃点啥 我这个准备用自己的微博之力 是吧 能拯救一家企业 拯救一家企业 该消费我就消费 是吧 咱看看咱吃点啥 待会儿 这都一点半了 这还这么多人在吃饭 就说明还是 还是餐饮业相对靠谱一些 你看外面的真正的那些商业 就不行 餐饮怎么都是还能扛一些 点了个日式的烧肉饭 点了个这 这49还点了5个羊羊串吧 一共好像是6 不到70块钱 从这儿就能看到整个大租广场 在这应该晚上来看应该不错 二层往外看的话景色应该挺好 然后都到齐了 那个我敬这个 说我天天看空经济的朋友 咱们一起晚上看空经济的朋友 把这个经济吃起来 也别老说我天天看空 哪有个事儿啊 咱们都冻起来 把经济吃好了 吃完饭了 天儿稍微有一点阴 有朋友发屏留言 他就跟我说 说这个让我什么 上我的视频里加一点什么 美国日本好棒棒什么的 我说 是这样 也不是我故意要看空什么 咱们说大实话 那你说 你说欧洲经济好吗 也一样不好 对吧 你比如德国 我去年我一个德国朋友来 他也跟我说 说德国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 对吧 其实就是大部分国家的经济状况都不是很好 然后你要说我说个美国 我说日本啥 我说日本还行 因为日本旅游也好 所以相对日本找工作就好找 这也是事实 然后美国呢 他才好久没去了 也不了解了 但是怎么说呢 就至少 这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经济都不太好 我能做的 就是把这视频拍出来 你们自己看 对吧 好不好 对吧 不那么好吗 在我这都是不那么好 谁家都一样 美国日本也是不那么好 行不行 不要较真儿啊 我发现我这 因为我一个专业骑墙的人 然后我又发现 我也说了嘛 骑墙左右不受代价 但是它未必不是一个好的生活方式 这边是大足广场 没看 这是大足广场最标志性的 这算雕塑吗 然后整个的环境 你要到一专来看 它环境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大足广场在这 我好久好久了 至少得有十年了 我估计十年都不止 然后咱们去往 这边是荣经东街 然后那边是荣昌东街 荣昌东街 就会有一些科技园了 或者什么一些国际的企业园 说是国际企业园 好像也没什么国际企业 这个北京的南城和这个北城 差别还是挺大的 就你没听那句话吗 你就要买房子 宁肯买北五环 也不买南三环 就为什么呢 这历史上啊 就北京的南三环 它就是穷人住的地方 你这下边宣武啊 什么 现在没宣武啊 就是以前 就是现在西城区 以前有一部分叫宣武区 就基本上菜市口往南吧 就历史上 普遍都是一天穷苦老百姓待的地方 历史上就不是很好 虽然现在也算西城了吧 但那还是 那还是改不了 我记得我是 20年 21年 还是19年 我也忘了 我是从那个月潭北街 搬到那个宣武区的 然后刚去的那边就觉得 确实跟西城的文化不太一样 差点意思 然后那个时候 还有什么河岛都很臭 现在肯定全都是美化的非常棒 但以前 就确实不太行 你们看我上次还说了 那个南三环的那个 180万49平的房子 对吧 180万49平 合着三万一平 三环内 那个叫 叫啥来着 叫 郑王坟小区 郑王坟小区 现在好像房价还又涨上去了 听说是那个小区要 拆迁还是怎么的 具体不知道 反正历史成家教终 出现了180万 177万 176万 好像最低有175万 49平的房子出去 我也说了 这个东西可能不介意你们买 那个地儿 真的拆迁回迁 你们考虑过吗 它回迁的时候 不会盖49平的房子了 至少一居时也给你奔着76平 70平左右的给你造 回头你补差价 你搬走的时候三万一平 你补差价 那个地儿的差价 一平得13万 所以那房子 买不买的 还是多动脑的 是吧 那当然你投资回头拆迁了 至少给你那个20万的 那个安家费 你是白赚的 那他不拆呢 中国的这种事太多了 没有什么太靠谱的事 反正如果 以我的观点 好多人还问我是不是应该可以买 你别买 明天比今天低 你买的干什么 你除非 除非你到上学 那我没办法 你不买也不行 对吧 除此之外 朋友们放开了 现在千万 千万留上 咱 你看这新之痕 还没看出呢 国家部子卖的很小 对吧 放开这个家庭 五环外再购一套 物子卖的很小 这真的是 你缺米 他给你个碗 对吧 你等等七月 七月份开大会的时候 说不定能给咱点米 对吧 走一步 瞧一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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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